欢迎收看居家2.0 我是高文英 今天明义要提醒大家 当心骨质疏松症 因为最早的症状是在脊椎 另外这两位企业家被堪称是台湾之光 因为他们发明的专利这一项商品 可以端正脊椎 端正骨盆 当塑身医不再只是瘦身 还有明医以及企业家的养生之道 欢迎邓明华董事长 庄碧玉总经理 北市领医中心院区妇产科主任 范盛华 三位好 你好 大家好 所以林轩在这个S拉绳之后 她比刚刚进棚更瘦了 你有在憋气吗 林轩 我现在目前绝对没有在憋气 才有办法那么自在地聊天 一开始会觉得 身形会觉得有点紧紧的 但是好像过了一两分钟之后 就可以比较自在地走动 都没有问题 有没有看到 真的 继续缩 对不对 可以拉蜜 对不对 然后它可以继绩 螞蟻腰了 真的 然后继续缩 继续缩 然后最主要它这样子 可以少吃好多好多 我一餐变三餐吃了 更年轻女性的骨子之中 是发生在脊椎的部位 是最容易产生的 在腰椎的部分 所以她如果觉得说 她在蹲着做事情 或是弯腰做事情的时候 或是会发现容易腰痠背痛 可能当然不见得是骨子疏充 可是就是第一个代表 它的支撑力不够好了 你没有知道说 控制你的核心肌群的力量的话 你去做太多的 这种跳跃式的运动的话 所以容易增加你的子宫下垂 这是我们前面 我们都要弯腰的部分 有没有看到 所以隐形滑轨在哪 有没有看到 四肢 有这四肢隐形滑轨 这个就在往前弯腰的时候 会比较顺差 车上有配备缝练丝 那缝练丝 它可以现场帮客人做修改服务 那大概原则上 三件衣服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就可以帮它修改完成 所以客人在塑身的过程中 它就不用中断 不需要说把衣服寄到台北来 这位陈小姐今年四十岁 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 平常也有运动 但肚子就是瘦不下来 我们目前量起来是多少呢 86 你不要说小腹 放轻松就好 目前量起来是86 然后它的腹部还有它的马鞍 马鞍有一点有点凸 生过孩子的中年妇人 一旦换上了塑身衣 又可以展现玲珑有致的身材 我们的陈小姐目前的腰围是69公分 除了这个穿上去撒了这么多公分以外 我们的胃还有我们的腹部 还有我们的马鞍 完全都消失了 再来你看看它的曲线是变漂亮的 然后你穿了会挺 然后精神也会变好 精神变好之后再来 最主要它的饱足感 可以让你少吃一个便当哦 好 如何调整到穿字型的身材 一探究竟 开始我先请展主任告诉大家 你看手板准备好了 为什么女性到更年期会容易发胖 主任 一般更年期 我们顾名思义更年期就是没有月经嘛 那没有月经这个持细数 那女性荷尔蒙的就是完全的衰退之后 对我们的身体影响非常大 包括第一个就是可能在我们的脂肪的代谢 那个会变得比较不好 所以你很多人就说我没有吃得比年轻的时候多 可是你去抽血 它的血脂肪胆固醇都是上升的 所以是它的持细数它的影响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说 通常你会发现更年期时候它的代谢变差 很多人说肚子好像常常大大的 就是常蠕动 整个新陈代谢的消耗率 这个都变差了 所以就是代谢功能变差之后呢 当然你吃的东西是多少 可能卡洛里是觉得跟年轻一样 可是它代谢变差就容易囤积了 所以那第三点呢 大部分可能在这个年龄的时候 可能好像小孩子都长大了 要操盘的事情比较少了 所以生活上相对就比较忧郁 可能就是可以出去吃东西喝喝茶 然后也比较如果不再注重你这个运动的话 就是生活比较松散之后相对就容易发胖 而且荷尔蒙会让我们有时候会有点 停静之后会让可能容易想吃东西的那种口语感 会变重 吃的比较多 对就是容易好像会想吃东西的那种 会就是比较多一点点 所以当然就容易发胖 再加上可能就是代谢 就是还有遗传的体质 那如果运动变少的时候 当然相对上 这个我们到这个年龄 就是周会抱怨说 好像就是很容易发胖的 所以主任建议更年期的部女 第一个你要清淡的饮食 要少油少肉 虽然没有在庄总的脸上留下任何的痕迹 而且非常的纤细跟苗条 我们先请庄总来告诉大家 很神奇 苗条美丽不是年轻女性的专利 在你们客户里面最年长的是几岁呢 大概在85岁左右 我记得这个客户是从基隆来的 然后她是独居 然后她带了就是邻居 她跟邻居好像都不错 然后来的时候呢 普通80几岁的年纪穿的硕身衣 其实不是硕身 而是郁寒 因为老人家的观念就是说 我穿的那个内衣 就是有贴着那个我们的肚脐 不容易感冒 她说她有穿这个硕身衣 她就不会感冒 所以她来做我们新的内衣的时候 她还告诉我说 她要穿很紧 我说你扣得起来吗 以前我们的那个扭扣式是很紧的 而且力道 手的力道要够 80几岁你觉得呢 所以我就很担心她扣不起来 她就说没有问题 我就当场我就问说 那你先扣给我看 我才帮她做 所以我们的年纪都是 因为我们已经四十几年的 然后在四十几年之前的人家也都是很多人在穿 但是那时候的流行不是买现成的 都是定做的 所以他们的束缚已经穿很久了 最主要还是预航 我觉得真的是老人家穿的那种衣服比较不容易感冒 有一张手板我们告诉大家 这个是五感布料 五感布料感觉起来它是平坦的 所谓的五感纤型布料 它是贴身的 然后它是有束的感觉 它不像那个弹性莱卡那种 像皮筋的那种也会勒的感觉 所以这种五感纤型布料 穿的是越穿越舒服 它不会越穿越紧 普通的莱卡它会越穿越紧 因为它是弹性的 如果你动一动的话 它会往小的地方跑 就像橡皮筋 你会一直勒一直勒 然后它是平坦的布料的时候 它穿起来是舒适的 所以会越穿越舒服 所以你会感觉 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 好 我要请庄总跟邓董来看 这个束身衣现在是外穿 它跟过去感觉不太一样了 是不是董事长来做说明呢 最主要是我们这个束身衣 在这几年里面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幅的改革 因为我们将传统的束缚内衣 然后开始做一些改变 从胸罩 然后在衣服整个线条跟曲线 我们在这件衣服目前有26个专利 那我们在这上面做了很多的一些变化跟改变 所以让这件衣服就很多的功能出来 穿得会比较舒服舒适 那再来最主要就是我们结合了一些时尚 把衣服整个外观外形变得时尚 包括布料的花色等等 所以兼顾过去传统束缚内衣的一个历史 来 总经理告诉大家补充吧 像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是束身衣 所以它是可以外露的 只要穿个小上衣就OK 比如说你看我现在穿的这件就是束身衣 它就是一体成型的 然后它穿的时候它就会变成 没有一段一段的 然后再来它就是可以外穿的 外露的 再来就是我们穿起来的时候 它会有这样的感觉 比如说 这个是束身衣 对 这个就是束身衣 所以它穿起来 就变成我搭个裙子也OK 或者是我搭个小上衣也OK 现在就是束身衣外穿了 你上班你约会 你把它当成一套小礼服 或者是一套服装 对 时髦或者是时尚的服装穿出去 然后最主要它要穿得住 就是说你舒适 变成说你穿的这件衣服 我要能够平时的运动 比如说蹲过起坐都是OK的 普通的束缚是很紧的 古代的束缚是很紧的 是不能动 现在束缚我们已经帮她 就是研发到说 你可以做运动之类的都OK的 女性比较辛苦 主任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来请教主任 怀孕的过程当中 孕妇到底会承受身体 哪一些变化呢 对 因为怀孕对一个女性来讲 其实是会产生非常大的变化 从怀孕初期开始 也许可能你会觉得说 宝宝很小啊 可是她的子宫慢慢在撑大的过程之中 可能第一个初期会开始 就感觉会压迫到我们的膀胱 因为你的子宫前面方是膀胱 后方是肠脂 就是直肠的方向 那这样子的时候 其实慢慢地在周数变大 尤其吃到了五个月之后 你会觉得说肚子大了 对不对 看得到明显了 然后甚至在更大一点的时候 有些人就是会 对超过五个月 她的筋道肚脂 其实会往上挤压到肠位 挤压到肠位之后 很多人就觉得好像排便比较不顺上 表示对肠子的影响大了 那重点是在生产的当下 如果是阴道生产的时候 那个胎儿在通过骨盆的时候 在用力的时候 更容易造成这个膀胱啊 的松弛下垂的问题 如果宝宝的过大 头很大的小孩 那个甚至就是生完之后 容易就马上产生那种膀胱脱垂 肉量的症状 那生完之后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做月子 就是让子宫恢复嘛 不然都要子宫脱垂的机率 也是会增加很多 孕妇在怀孕期间 常常因为随着肚子变大 那个脊椎可能就会有点变形 所以有些妈妈在怀孕末期 就非常容易觉得腰痠背痛 甚至就整个就是觉得会挺胸 然后那个就是腰区 腰椎会有点弯的感觉 这样情况一直持续到 生完小孩之后 如果他休息不够啊 或是整个脊椎还是骨盆 又因为生产有点变形之后 他没有恢复过来的话 力量不好 就是整个到产后 整个腰串被动情形 就会变得非常严重 所以产后把这个骨盆啊 脊椎给复卫是很重要的事情 子宫下垂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来我们继续告诉大家 在通常以前如果说 年纪大我们都阿嬷那一辈的话 可能他生过五个以上的小孩的话 他会发现整个可能子宫会掉出来 那现在大概很少人生到这么多 可是当你如果说初期的症状 就是没有到掉出来的程度的话 可能会是感觉到会下坠感 常常觉得好像有东西在 要掉下去的感觉 那种下坠感 来那张手板我们拿起来告诉大家 也就是这个子宫下垂 可能会有一些平尿 尿急尿痛 便秘腹胀 排便便的困难 还有刚主任提到的下坠感 很多人有感觉到很奇怪 这感觉原来形容叫下坠感 就是他可能就是第一个我刚刚说的 他就是因为整个骨盆连带 子宫下垂的时候连带的膀胱会被拉下去 所以他变得很容易平尿 甚至有时候跑步啊打奔踢啊 都会咳嗽就会漏尿 就是因为膀胱也跟着脱垂 所以有些人他是单独的子宫下垂很严重 可是有些人是合并会 膀胱也会跟着下垂 那当然有可能分开的 有可能合并 甚至有时候连肛门后面的脂肠量都会有点翻出来 所以他翻出来之后可能就会像 如果说比较没有就是这个尝试自觉性的话 他可能等他翻出来会发现 这个分泌物会增加 所以就觉得整个好像下面就是整个容易摩擦这样子 搬种物会更严重吗 对 所以就是说你常常负种的人 就是说他的工作是常常需要搬种东西啊 或是常常要站立工作的一些工作者啊 例如说是就是像甚至有些老师啊 或是有一些在这 这些都会加重说你在搬种物 然后你在站立久了 可是你没有去注意到你的骨盆 要去做矫正 要去做收缩的一种姿势的时候 调整的时候 都会造成这个下垂的问题会更严重 门利的总经理刚刚主任讲的这些症状 你好像都有 特别生完孩子之后腰痠肺痛 生完小孩就脊椎会痠痛 然后那个利尿 贫尿的真的是 真的不会想出门 因为随时要在厕所旁边 而且有时候讲实在看到马桶 连脱裤子都来不及 那个我是觉得这是蛮严重的 然后再来就是脊椎的不舒服 那我一直在想是不是 就是可能有打麻醉的关系 那个怎么会坐立难安 那个不是说姿势一定要等多久 反正你就是脊椎不舒服 痛到就是你怎么样都不舒服 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 我就觉得好难过 后来我就选择去穿缩身衣 因为我是不喜欢看医生的 我去穿缩身衣 那刚开始的时候 我穿的是那种 市面上买的那种缩身衣 我发现到月景 它是会舒服的 但是呢 其实外面的缩身衣不是合身的 所以你会觉得 夏天穿起来很热 束缩内衣真的是重要 但是为什么没有更好的呢 所以两位企业家看到了需求 因此开始研发 请总经理告诉大家 这个是治疗银牌奖 因为评审刚好坐轮椅 所以他穿的就是铁衣 他发现我们的衣服又漂亮 然后又轻 然后又可以外穿 然后拿起来九条软缸 它是支撑住的 所以他觉得 他可以不用穿那个 很笨重的那种 就是那个铁衣 铁衣很笨重 然后穿起来也不舒服 又很硬 所以他就颁发了 给我们这个银牌奖 好 另外也有客户 他是因为酸痛的毛病 所以他穿了缩身衣 很多客户都有这种问题 其实现在的人 大部分你姿势不良 也会引发你所有很多的 那个哪里不舒服 哪里不舒服 其实穿缩身衣 是让你的姿势更正确 你没办法说 像有人看到沙发 就像软骨头就瘫了 那如果你今天穿了缩身衣 你坐你又会有坐下 另外一个重点 除了改善酸痛之外 庄总告诉大家 你穿上这个缩身衣之后 你要搭配饮食 搭配运动 甚至产布在产后 可以恢复苗条的身材 像我们的穿前穿后 其实它就落差就已经很大了 然后我一直在强调说 穿缩身要记得要有裤底 因为以前束缩是没有裤底的 它只有在腰下或腰上 这个平均在跑 但是裤底是没有的 如果要裤底的话 你一定还要另外穿 然后不是一体成型的裤底 力道是不够的 因为它一体成型的力道 它是结合它的360度的力道 一起来做的 所以它的裤底 厚力才会够 那你子宫下属 尤其那个利尿感 我就觉得真的穿上这个 对我来讲是差非常的大 以前就是跟你说的 那个看到马桶脱裤子都来不及 但是穿缩身 因为有裤底的关系 它会帮你hold住 你的子宫下属感 不会有那么大的感觉 那我又觉得说 有裤底是非常重要 我们提供一项资讯 这个是把握产后 180天的瘦身 所以骨盆归位是关键 为什么 因为你骨盆好 你人自然就瘦了 我想再提一个 这个是五感先行布料 因为它的力道比较 它是没有弹性的 所以它的力道hold得住 比如说量身定做的时候 你的 比如说你的骨盆腔的臀尾 是90公分好了 它做起来一定是低于90公分 然后你要撑也撑不出去 所以它的hold力才会够 那如果说我今天穿的是 可能弹性的 它可能会被我的脂肪打败 被我的肌肉打败 因为我有在动 我会撑开 弹性就是无止境 它可以弹得出去 但是它瘦不回来 它力道不够 所以用这种没有弹性的布料 它才能够定型 至少它是有定型的效果 是不会弹出去 那我会觉得说 它穿的时候 它会至少会 不会比你现在胖 但是弹性有可能 你变胖了 它也会变胖 但是五感先行不会 高度透气的 对 还有一项叫做后背软缸 后背软缸就是 因为我脊椎不舒服 所以我在设计这件衣服的时候 我是从后面软缸的 三条软缸开始试 因为其实你听到说 软缸加在衣服上面 一定是很难穿的 感觉就是很硬的感觉 但是如果说 我从后面三条软缸 我是开始加 三条软缸 后来是五条 后来七条 我现在加到九条 我发现它穿起来是舒服的 而且支撑力够 然后以前我们的瘦身衣 因为颈度的关系 我们的肩带会受力 那如果我现在软缸加得够 我的肩带是不用受力 我可以松松的 我甚至可以不用肩带都OK 所以我就觉得说 穿这个瘦身衣 一定要舒适 如果你今天穿得不舒适 你穿不住 穿不住 也等于是白穿了 然后也没有那个功效 其实这个瘦身衣 已经有一点类似像工具衣 看你怎么样去利用它 其实它有很多功能 主任我们在跑步之后 多久可以穿呢 一般原则上来讲 只要产后 就是满月之后 就是可以开始穿这个瘦身衣 大概因为这个时候 子宫已经复位 回到骨盆腔了 不会因为你去穿瘦身衣 特别去挤压 你的腰部的时候 可能会影响到 你的子宫的一个形状 的一个受力这样子 主任的专长 包含更年期的骨质疏松症 当骨松出现的时候 一般来讲 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例如说腰酸背痛 对 骨质疏松 一般来讲 就是比较好发 就是像我们这样 亚洲人 那大概都是50岁之后 因为我们的骨质 在年轻的时候 它是会 其实会增长 到了40岁 40岁左右 都是到了一个高峰期 所以到更年期后 更是容易就开始 快速的流失 所以50岁停经后 因为缺乏女性 和我们的保护之后 骨质的代谢 破坏的状态变多了 所以它就会像 你花钱 已经没有本钱进来 可是一直在用掉一样 那这个年龄之后 骨质疏松一刚开始 其实可能有些人 不太容易觉得 有什么明显的症状 那可是 你就可能会觉得说 你在动作的时候 比如说你弯腰的时候 或是你在做一些 粗重的事情 你发现你都容易 腰酸背痛 就是你的脊椎 一刚开始 我们最容易在发生 更年期女性的 骨质疏松 是发生在脊椎的部位 是最容易产生的 在腰椎的部分 所以它如果觉得说 它在蹲着做事情 或是弯腰做事情的时候 或是会发现 容易腰酸背痛 可能当然不见得 是骨质疏松 可是就是第一个代表 它的支撑力不够好了 最早的症状 是在脊椎 我们仔细看 来 您开始骨松了吗 主任 当骨质流失 最早出现的症状 是在脊椎 当脊椎没有办法 有效地支撑 身体会出现 腰背痛 驼背变矮 行动困难 甚至长期卧床 最后背部的功能 会因为挤压 而受到影响 是 因为其实 就是骨质疏松一般 耗发在我们亚洲女庆 尤其是50岁跟年起之后 缺乏荷尔蒙保护之后 它的骨质流失快速 那一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不知不觉的 不知不觉 我们说骨质疏松 是一种隐形的杀手 就是因为它刚开始发生的时候 其实是很缓慢的 你可能没有知觉 可能只是容易觉得腰酸背痛 可是等到骨质流失到一定的程度 严重的时候 可能它就发现 你变矮了 所以我们以前看到阿嬷 就是会驮着背 这样驮背 那驮背到一定程度 就表示你的脊椎 你的已经有压迫性骨折了 脊椎压迫性骨折之后 可能就开始 如果严重的话 就是压迫神经 压迫神经到最后 可能就是卧床 无法起床 甚至有时候 我记得以前 我们有个邻居一个阿嬷 她的媳妇跟我说 她的婆婆是因为一翻身 就听她咔啦一声 就后来就发现骨折了 原来是骨折 而之前可能是骨松了 却不自知了 所以预防骨松非常重要 这上面写的 规律运动 年轻时要开始 尤其像什么 跳绳啦 跳舞啦 网球啦 跑步啦 负重运动 您建议多久 其实像这种运动 就是应该要保持一个 固定的一个习惯 运动的习惯是 不只是说可以硕身 其实是对我们身体的健康 是很好的 那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 像现在有些年轻女性 她可能就是工作忙碌 就没有时间运动 甚至有时候你去测量 骨质密度的话 居然跟一个年纪大的 可能五六十岁的骨质密度 是一样的 所以表示说 你常常去做一些跑跳 对抗低吸引力 这种的负重的一个运动 是维持是有很大的好处 所以可能年轻的话 可能会喜欢做有氧的运动 所以是跳跃 可是不一定要做到这么激烈的 像一般的跳绳 像打篮球这种 就是你看年轻人 如果一打篮球 就会容易长高 就是应该一直常常在 对抗低吸引力 这种动运动 那对于年纪大的女性 尤其是生产过后的女性 我就建议说 这种跳跃式的东西 就是不要太多太剧烈 因为这个如果你没有知道说 控制你的核心肌群的力量的话 你去做太多的这种跳跃式的运动的话 所以容易增加 你这个子宫下坠的一个问题 要适量 另外要有足够的钙 蛋白质维生素低 是吗 是 那因为其实预防骨质株松的后遗症 其实就是两个要点 就是保密跟防跌 就是保持你的骨头密度 还有防止跌倒 那保持骨头密度 就是你的饮食要均衡 不要说只有吃很轻 就是年纪在增长的时候 要注意这个钙的吸收 牛奶 不是 那还有就是说 这个维他命D 像现在有时 如果你怕晒太阳的话 那就是 或是我们年纪大了 其实这个本身维他命D 靠这样子来增加的 这个比例是不高的 就是功能是已经降低的话 那就可以适量的补充 维他命D这样子 你要去加强这个脊椎 两侧肌肉的力量 还有你要练增强大腿的肌耐力 就是股四头肌 避免跌倒受伤 这个时候如果 做身衣 您觉得功能性如何 一般我会觉得是说 如果 它的 让你穿上去的感觉 就好像你的皮肤一样 不会让你有 额外的负担 它是透气的 然后让你的伸展 在动作的时候 同时也是是 不会让你觉得有舒服感 然后在你去运动的时候 其实它是一样 让你可以活动自如 一样去做增强肌肉力量运动 或是增加 所有的动力的时候 都是没有影响的话 应该是 可以更让我们的脊椎 保持核心肌群的运动 脊椎的直立 甚至骨盆 中轴线更挺 对 甚至你的骨盆 因为产后最重要 就是你的骨盆要复原 骨盆复位之后 你就不容易发胖 中轴跟大家分享 你自己有骨质疏松的经验吗 有 这个骨质疏松真的是 你完全不晓得 是因为跌倒才产生的 因为我穿高跟鞋 搭电梯 然后就卡到 然后就整个跌倒 然后跌倒的时候 左脚 它骨骨颈骨折 它都断了 然后它就说你要晒太阳 然后还有吃那种药 它就拿一些什么 长期吃的那种药 然后我发现到 因为我们的脚断了 然后开过刀之后 我们不是要坐轮椅吗 所以你左边的脚都不大敢用力 都不敢用力 然后你又拿着那个摸字形的那个拐杖这样子走 过程中我发现到 我比较能够站的时候呢 我就想说我拿硕身衣起来穿 你发 左边是萎缩的 然后都用右边 所以你会发现左边是萎缩的 后来我发现到不对 我如果要照顾我的左脚 应该是两边要平衡用力 然后虽然痛我会忍耐一下 我还是尽量 所以我会有变成我现在每天有运动的习惯 这一段VCR是美国戏骨发明展 勇夺大会首奖 穿上的缩身衣还可以照样前弯后弯 左右扭来扭去 一点也不卡卡 关键就在里头的隐形滑轨 这项转力发明改良了硕身衣的功效 更在美国戏骨发明展大放一彩 获得了大会首奖 这件衣服是我们这次去美国戏骨发明展 参加整个的比赛 那这个得到金牌奖 这里面就是有隐形的滑轨 让整个衣服在弯腰过程中 它会滑动 装在里面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在美国戏骨发明展 得到的金牌 以及大会的首奖 这项发明是台湾之锅 马上请总经理拿起来给大家看 你把成品带来现场了 隐形滑轨 这是做半成品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整件都看不出 看不出来 你看表面完全看不到 对面也看不到 所以一定要做半成品才看得清楚 这是我们前面 我们要弯腰的部分 有没有看到 所以隐形滑轨在哪儿 有没有看到 四肢 有这四肢隐形滑轨 这个就在往前弯腰的时候会比较顺差 才不会卡住 所以是长这个样子 对 那你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动机跟想法 因为我最近都有在做伸展 然后我想要碰到地面 然后我就觉得 可以吧 衣服是紧身的 其实你要碰到地面 以前没有在运动的时候是做不到 然后我发现到 因为我时间开始 我开始做伸展 所以我需要更大的伸展 所以我就把我的衣服 像说我除了背部会有伸展的功能之外 我前面也要伸展 要不然我弯不下去 所以我想要弯到最底 所以我就做了这个隐形滑轨 我就觉得这好好穿 因为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 但是功能性增加很强 你鼻下这个地点 它的地点是在哪 肚子的前方是吧 在我们的腰下 腰下 对 我们普通这个是腰 对 这个是腰 然后一定要腰下 比如说因为我们人体 你不可能就直接吐到腰 那会不舒服 所以你需要在软缸条的交接处 大概交接只能够交接一点点 也不能交接太多 所以你让它在滑动的时候 要五六公分的地方可以滑动 然后因为我们伸展 我们前面站着的长度 跟蹲下来的长度绝对不一样 所以你这个要符合人性化 所以你才能够穿得舒适 所以这些是我们研究将近两年 才出了这个滑轨 因为我们从以前在开始 做这个滑轨的时候 因为这个是没有现成品的 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用吸管 刚开始用吸管 对 但是吸管刚做的时候OK 可是我用没几次 它就歪曲扭发 所以反而让我的钢条跑不动 原来她的发明创意来自于她自己 当时要弯腰 结果发现 如果可以有个隐形滑轨多好 而且现在有很多的妇女是要抱宝宝 要拖地 要整理家务 我穿着我可以自由行走 而且穿着寿身 你再抱小孩会比较有力道 像我现在抱孙子 我孙子已经六岁了 你要抱他有重量 如果没有穿寿身 是很难抱得起来 尤其你蹲下来抱他起来的时候 那个力道要很强 我发现到真的 没有穿梭 所以你抱不起来 董事长 您聊一下吧 您当时甚至还尝试过使用吸管 这个东西 这个隐形滑轨 我们总共前后研发 大概两年的时间 那刚开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装肿型的运动 那运动的过程中 如果没有装上隐形滑轨的话 它的效果不会那么好 那过程中我们找了很多厂商来配合 然后来开始研究开华 那刚开始的前三个月 这样子用一些文书这样子在沟通 一直都做不出来 后来我们自己用一些吸管之类的东西 下去做测试 那有产生出好的效果 但是吸管这东西 它的那个质料太软 然后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说大概洗涤个五次到十次左右 它整个吸管的效果就变差了 就会折到 然后裂开 所以效果出不来 后来我们就亲自去拜华厂商 再花了大概四五次的修正的时间 大概花了半年吧 又再四五次这样修正 所以说慢慢的整个测试下来 就你刚刚看到的整个的成品 这样子在银行花轨穿在衣服里面的话 你整个做运动啊伸展 整个就非常的舒坦舒畅 创新研究的发明这对夫妻 是夫妻哦 董事长跟总经理多么的辛苦 我还有画面 这个画面就是说 董事长是每天九点十点才吃晚餐 忙到这个时候哦 正常啊 因为大概我们要等就是到晚上下班以后 然后才比较有空 那包括有时候我们在试穿衣服啊等等 都是利用晚上休闲的时间来测试这些东西 同时呢 一件塑身衣一共有25项的专利 这其中包含了双S拉绳跟裤底拉链 我们双拉链你是看不到拉链 那像这种它就可以看得到拉链的痕迹 你可能要配个裙子或者裤子才能出门 然后呢这种的打开之后呢 还有一层拉链 这是功能的 这是上厕所用的 然后呢这个打开之后呢才可以上厕所 所以你不用整件衣服脱 再来五户垫 这个人是外面的塑身衣 买现场的塑身衣哦 很紧对不对 很紧 然后这个塑身衣一定要穿胸罩跟内裤哦 很难拉 然后呢 这一件呢 也是拉不上 这一件更紧 为什么呢 因为它比较胖 然后呢 为什么它可以拉得上呢 就是S拉绳的功力 这个S拉绳呢有专利的哦 为什么它可以穿得上 它穿不上呢 就是因为这个S拉绳的功力 你看 有没有 一二一二它就可以拉上了哦 如果没有拉上就不能出门了哦 塑身衣穿不上是不能出门的哦 然后呢 拉起来之后呢 变瘦的时候你可以拉密 如果你想穿舒适的话 你可以拉宽宽的 S拉绳的功能呢 就是它可以 紧也可以松 你自己调 调松紧 绳子不要剪掉哦 留着 为什么要留着呢 因为呢 如果你想再穿松一点 你可以再放宽一点 有没有看到 真的啊 继续做对不对 对 可以拉密对不对 然后它可以继续做 哇 蚂蚁腰了 真的耶 然后继续做继续做 然后最主要呢 它这样子 可以少吃好多好多 我一餐变三餐吃了 欢迎今天的特别嘉宾林轩 哈喽 大家好 这个是观众票选说 你能不能来当model啊 结果总经理 它这个就叫做塑身衣外穿 对 没错 它这一件就是塑身衣 然后呢 它这一件是我们的S型拉绳 那S型拉绳 除了好穿脱以外 它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穿着还可以继续瘦 它已经穿起来这么瘦 它还可以再塑身地瘦 因为它还有距离 如果你刚穿的时候有距离 然后穿着我可以继续瘦 或者说我今天要吃晚餐的时候 我不想吃那么多的时候 就是把它勒紧就好了 怎么勒 你看看 穿着还可以继续瘦 你有在憋气吗 林轩 我现在目前其实我 不需要瘦 说话是红色的 它现在不是要比起 你看 有没有看到 真的 继续瘦 对不对 可以拉蜜 对不对 然后它可以继续瘦 螞蟻腰了 真的 然后继续瘦 然后最主要 它这样子可以少吃好多好多 我一餐变三餐吃了 我完全了解了 有没有看到 它已经瘦成这样了 然后绳子要记得 我们不要把它剪掉 留着 如果我今天还要吃大餐 再把它放开 但是尽量不要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瘦身的秘诀 如果你把它放开之后 你有可能就会大吃大喝 对不对 对 然后绳子 你只能把它塞进去就好了 虽然绳子很多 但是塞进去 它是可以塞得进去的 好 然后塞进去 之后 这个就是我们DUN S 还有呢 后面还有 后面还有 有没有看到 它的S拉绳 它这边还有 如果你想继续塑 为什么这件衣服可以塑八寸 还可以吗 还行 讲话也讲得出来 绝对讲得出来 我们只要示范就好了 你看看 它这个塑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 对 有没有看到 它还可以再塑 我们今天如果够的话 我们就不要再塑了 把它调一下就好了 然后我们塑要塑 位 腰 腹 三个位置就好了 胸部不要塑 所以它已经做出 平坦的小蛮腰了 没错 我叫你走秀一趟吧 真的 所以林轩 在这个S拉绳之后 它比刚刚进棚更瘦了 你有在憋气吗 林轩 我现在目前绝对没有在憋气 才有办法那么自在地聊天 一开始会觉得 身形会觉得有点紧紧的 但是好像过了一两分钟之后 就可以比较自在地走动 都没有问题 而且刚刚老师讲到一个重点 我觉得很感谢的是 我平常的肩膀 腰会有点驼背 但是我现在后面 好像自然而然就会挺起来 挺起来的胖的脊椎 好瘦的腰 我觉得很希望跟老师一样 是蚂蚁腰 二十几寸而已 其实今天再瘦 健康很重要 保持健康 刚刚有讲到那个是隐形滑轨 所以你穿上是可以直接弯腰 或者是深蹲没有问题 就是弯腰 因为我今天穿的是高跟鞋 它有点危险 但是往前做这些动作 剪东西的动作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我最近也在说 剪东西千万不要这样子 直接下去剪 这是对我们脊椎的受力很大 所以剪东西要这样子剪 这样子剪 漂亮 整个人端下 我们再一次吧 剪东西怎么剪 就是这样子蹲下来剪 漂亮 穿着缩身衣剪 姿势会比较漂亮 非常棒 我们再转一圈给大家看 林轩 她的身材之好 而且来录影之前 她真的没有刻意的减肥 因为她本来就瘦 穿上缩身衣之后 今天总经理跟董事长讲 这项专利发明 然后她自己脊椎右症 然后总经理要告诉大家 但你要穿得住 所以这个是夏天款的 对 没错 像这种是我们的夏天 夏天会比较透气 然后它的透明度够 穿起来会比较性感 然后其实像我夏天 我都不能穿这个 为什么呢 这个衣服穿上去 它是跟你的皮肤是一体成型 所以你动的时候 它跟着你动 但是我们外衣是宽的 穿起来会很冷 我就觉得这个太冷了 会很凉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 比较凉爽的天气穿的 其实台湾怎么样都很热 对不对 所以这个 我是比较喜欢这种材质 因为它会有吸湿排汗 然后我就觉得比较扎实感 这是我们比较 天气凉的时候 冬天时候穿的 所以林轩穿上这个 缩身衣外穿 感觉时尚了 非常时尚 而且简单的一个小裙子 小外套的搭配 我从来没有想过 缩身衣可以外出 然后可以穿到外面 是时尚的搭配的感觉 我们再次提醒您 扫描我们的QR Code 订阅 聚焦2.0 YouTube全新频道 来 董事长告诉大家 VIP行动车非常的厉害 这个照片上面 行动车是在哪里 它是在滑轮上面 这个是在台华轮 就是我们的车子 搭台华轮到澎湖 因为我们的VIP行动服务车 是为了忙碌的现在女性 而服务的 然后它这台行动服务车 在车上的话 它可以帮客人做量身 取域修改所有的服务 尤其是修改 因为这个缩身衣 如果你有穿的话 修改是特别重要的 那最主要就是我们全省 从台北到台中到高雄 甚至到澎湖 都是用行动服务车 来帮客人做服务 好像连阿里山都要去 阿里山 之前有客人住在阿里山附近 然后所以说我们要开车 上去帮他量身 还有取域等等 就整台VIP行动车 开到阿里山了 几乎是每两三个月 就会出勤一次 而且有一个特举是什么 缝认师在车上马上调整 最主要就是 我们车上有配备缝认师 那缝认师 他可以现场帮客人 做修改服务 那大概原则上 三件衣服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就可以帮他修改完成 所以客人在硕生的过程中 他就不用中断 不需要说把衣服寄到台北来 然后需要很多天的时间 才可以穿到衣服 所以这个最主要就是 我们希望给客人 最好的一个服务 服务到家啦 对不对 也就是因为两位企业家 太辛苦到处的奔波 所以好像听说 你之前还开刀 怎么回事 太累 最主要是压力太大 其实我觉得 人的压力过大以后 会产生的一些 文明病等等 那包括你的一些器官啊 各方面会产生很大的伤害 也就是十二指肠不舒服啊 认为说吃个止痛药就没事 发炎变成了破洞 破两个洞 很痛变成不抹炎 半夜紧急开刀 对啊 之后你就非常的养生 其实你本来就养生 你不是不太吃油的 你也不喝酒 也不吃辣吗 我不喝酒不抽烟啊 那也不吃辣 那最主要就是 因为长期下来压力大 邓董家吃饭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这个画面看到 大吃一惊 为什么都站着吃 这种的荷尔蒙基础啊 都是在睡眠的时间 它是最旺盛的功能时间 所以如果你年轻的女生 不管是几岁 如果你不按时 就是在正常时间睡觉的话 甚至有些人会月经不规则 我发现它滑手机了 是真的有需要 然后我就觉得 这有效 然后我就叫它试 它也做OK 但是因为我们是做出生意的 所以这个呢 我们大概只做正品 低头足传着会肩颈断通 对不对 老师教你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两分钟就够了 随便啦 你们家看有什么东西 两只手平行 这样子哦 很简单哦 就这样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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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后脑勺 好 指尖要碰到指尖哦 然后呢 尽量平行 让姿势漂亮一点 有没有感觉到 后背 后背的肩胛 感觉到 他有被拉扯的感觉 这样子就对了 做完之后很舒服 再慢慢过来 其实是可以慢慢的 老师说的比较快 怕你们看得太无聊 就这样子非常简单 就这样重复做 如果两分钟太长 你就做一分钟就也可以 至少有做总比没做好 就这样子 很简单对不对 为什么都站着吃 是因为保持身材的关系吗 对 我是为了要保持身材 其实我们邓董有一个好处 你跟他讲什么好的 他马上会学 他就陪着我站着吃 就像这样站着吃 所以你根本就不会发胖 对 我觉得真的站着吃 有比较好 坐着吃的时候 你坐的时间太久了 然后因为我吃的东西又慢 所以你会觉得 就是肚子会很不舒服 那站着吃反而比较舒服 我还有更经典的画面 也就是说在企业家 他的家里面 他有五十间 总经理自己有五十间 他说我房间可以不要 但是我的浴室要大一点 那个画面是说 你干脆在那里做起体操 对 因为我每天要去复健 那复健的时候 其实他乐敷的概念 我就想说他就是乐敷 那乐敷我是不是装蒸汽就好 意思一样 所以我干脆就房间不要 我就把他的房间弄成真气室 干脆在这里做操 你甚至还可以在这里拉拉筋 对 所以我就把浴室做得很大 要不然你没办法伸展 你五十间那时候怎么发现的 人不能太幸福 我想退休了 然后我到夏威夷去十一天 去十一天回来 我开车的时候我们 不是要那个吗 那个拿那个车 那个下地下室不是要拿停车卷吗 因为我的手伸不到停车卷的地方 我发现不对啊 再往后用皮包都放后面后座 所以又往后也拿不到皮包耶 我就觉得不对耶 然后我一直去运动也没有用很痛 所以后来我去看医生 我这个人看医生也很奇怪 我一家医生跟我说什么 我不大能相信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诊错了 他说我五十间我想说 我又没有怎么样怎么会五十间 然后我因为我一直有在动 然后我就在另外在一家 然后去照X光 然后又做人超音波 他说五十间 然后问我要不要什么 要治疗就是要吃什么 内固醇什么的 又要打针 我说如果都不做呢 我说我不吃药也不打针 之下会怎样呢 他说会很痛 我说可以忍受吗 他说看忍 我就说那我忍忍看好了 除非不得已我再去 后来我就忍忍了 大概将近半年 我就直接去做复健 所以我们还是呼吁选择就医 因为总经理平常 他就有在养生 他有在运动 所以他也面对了 大概复健了两年 然后我在复健的时候 我跟他讲 有可能你左边五十间 有没有可能右边也五十间 他跟我说没有这个几率 没有这个几率 但是我为什么问他呢 因为我觉得在复健的时候 一定是做双手 不是手要爬楼梯吗 做双手 然后我两只手都有做 我发现我的右手也乖乖 我就觉得几率很低 那为什么 真的我有那么幸运吗 真的就是 今天让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专利 这个专利要介绍一下 这个护颈是可以减缓颈椎的不舒服吗 这个是下巴 这个是下巴 然后我就这样 就这样戴上去 对 然后我就戴上去 我说你头低不下来的吧 真的是低不下来 所以你平常就带着他工作了 他在带 因为我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不滑手机 是他爱滑手机 我发现他滑手机的人 是真的有需要 然后我就觉得 这有效了 然后我就叫他试 他也做OK 但是因为我们是做说生意的 所以这个呢 我们大概只做正品 两位的专利 对 我请主任来跟大家分享 平常养生的小撇步是什么 第一个主任说他睡觉 一定要睡得好 保持足够的睡眠 是 因为其实就医学上 生理上来讲 我们有足够的睡眠 一定对我们的整个的 包括因为你知道 从小孩子开始 他的整个 我们脑下垂体 一些生长激素 各种的荷尔蒙激素 都是在睡眠的时间 它是最旺盛的功能时间 所以如果你年轻的女生 不管是几岁 如果你不按时 就是在正常时间睡觉的话 甚至有些人会月经不规则 那如果小朋友在青春期 睡眠不够的话 四肢也会长不高 生长激素就会受影响 所以有足够的睡眠时间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不包括是 不只是说几个小时 而且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